意外穿成老鹰家族的青鸟 本以为已经够倒霉了 结果居然还有个狮子未婚服 嫁给那种肉食动物岂不是必死无疑 怎料想象中的可怕场景并没出现 反而收获了纯情年人丈夫一枚 娜娜本是个平平无奇爱看漫画解说的小女孩 意外离世后机缘巧合下 穿进了自己最爱看的小说里 还好巧不巧地穿成了恶毒女配 在这本受人设定的小说里 她是一只出生在老鹰家族的青鸟 没错就像纠战雀巢一样 不知道为啥她妈妈非把她生在老鹰窝里 最后还被老鹰妈妈给孵了出来 要不是爸爸大发慈悲饶了她一命 恐怕她刚破壳就要成为兄弟姐妹的盘中残了 但由于种族不同 她从小也没少受欺负 而这部小说的男主则是她的未婚夫 未婚夫是一头罕见的白狮 也是身为恶女的原生的唯一救赎 由于原生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多过的极其不息 便把丈夫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天职的认为只要得到她的爱就能获得幸福 但没想到丈夫的真命天女并不是她 而是一头路 看到男女主日益深厚的感情 令原生极度的发狂 最终原生犯下种种罪行后 被整个狮子一族用石头给砸死 这就是小说原本的剧情 而女孩十岁那年才觉醒这个记忆 那天她正好被姐姐派到森林办事 意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白猫 由于那时她还不会变成人类 于是就只能用鸟类小小的身躯 艰难的捡来草原 然后小心翼翼的敷在白猫的伤口上 等她做完这些已经精疲力尽 没多久就沉沉睡去 结果再次醒来身边早就没了白猫的踪迹 就在女孩抱怨这只猫居然不知恩徒报时 记忆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 而她也终于明白自己现在身处的世界是小说事件 立想到原生的悲惨结局 女孩就觉得生无可恋 还好现在只是故事初期 只需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逃跑就行了 然而这一等就是三年 三年后的某个冬日 女孩被大姐派去森林找野草莓 自从她会变成人类后 哥哥姐姐就没少搓磨她 他们明知寒冬腊月根本找不到野草莓 却还是故意派她来找 如果空手而归肯定又要把她关进阁楼了 不过女孩也不是任由他们欺负的白痴 她直接便回鸟身叼着篮子便往回飞 这么冷的天气还不如被他们骂一顿关阁楼呢 她还能趁机偷会儿来 结果等她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异常安静 好不容易找到大姐她当即飞过去汇报 结果却被大姐狠狠弹了下脑门 闭嘴你这家伙 不是让你准时回来吗 现在如果不想死就安静地跟着我 刚刚我们家被狮子一族入侵了 女孩一听狮子就想到了原生的未婚服 看来主线剧情终于要开始了 现在应该是他们家族得罪了狮子一族 然后被人家找上门算账了 想到这里她当即跟着大姐偷偷撤离 奇怪的是大姐越走感觉狮子的吼声越清晰 没想到搞半天这家伙居然搞反了方向 那根本就不是去往密道的路 于是他们俩就这样华丽丽地和一头狮子撞了个正着 看到气势汹汹朝他们走来的狮子女孩 只觉得身无可怜 结果下一秒她就被大姐一把扔起 人头猛地朝着狮子的方向扔了过去 我先撤了老妹 女孩做梦也没想到大姐居然会为了逃跑 把她当幼儿给扔出去 而且还偏偏把她扔到了狮子的脸上 差点给她笑 下一秒她就被狮子一个喷嚏给喷到了地上 这时她才发现这头狮子额间的皇冠标志 拥有这个标志就意味着她是狮子一族的首领 同时也是她的未来婆 据说她还是狮子一族有史以来最厉害的首领 总之是个非常厉害的人 想到这里女孩立刻举起翅膀头响 没想到婆婆只是温柔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她 接着下一秒她便听到了婆婆的心声 居然是只轻鸟 看她活蹦乱跳的模样还挺有趣的 女孩听到婆婆这样评价她 以为她是想吃了她 吓得她立刻躺下装死 结果婆婆却半天都没动静 想到自己可能误会了婆婆 女孩又对她撒起了娇 没想到比心的动作又被婆婆误以为在宣传 吓得女孩慌忙解释起来 这时婆婆注意到了女孩翅膀上熟悉的标志 当即叼着她来到了爸爸的办公室 然后把她托付给刀疤狮子 就准备开始和爸爸商谈了 女孩用脚趾想都知道爸爸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她 既然如此 她还不如老老实实嫁去狮子家 毕竟在这个家里实在是太有自由了 他们只要通过一根羽毛就能轻松掌握她的行踪 所以这三年来她每次想逃跑都会重新被抓回来 而且就算她侥幸逃脱也无处可去 毕竟在这个世界轻鸟是不祥的象征 所以她不如老老实实嫁给男主 再说原生之所以会造成那样的悲剧 是因为她对男主太过执着 只要她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然后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和男主离婚 就能迎来崭新的人生了 想到这里女孩顿时觉得心情美美大 而另一边爸爸为了活命 不仅答应每年都会送贡品 还说会把一个女儿也嫁过去 同时也愿意打开利曼运河 听到这里婆婆觉得非常满意 毕竟她的终极目标就是利曼运河 之后她向爸爸选了女孩当儿媳 因为她从女孩翅膀上的标志 感受到了儿子的气息 这个标志只有签订特别契约才会用 虽然不知道女孩之前和儿子有怎样的机缘 但既然她们这么有缘就不应该错误 另外她还听说过青鸟是传说中的神鸟 所以女孩无疑是儿媳的最佳人选 当然这些爸爸是并不知道的 她巴不得早点把女孩这个脱油瓶除了 只是当听到婆婆要每年一千万的贡品后 爸爸当即怂了 这可是他们家五年的预算 不过最后贪生怕死的她还是咬牙答应 只是她支支吾吾的模样引起了婆婆的怀疑 奈何不管婆婆怎么威地利又爸爸都不肯开口 最后更是直接昏死过去 于是婆婆决定好好调查一下爸爸究竟女孩了什么 接着她便变成人形去找女孩 她明明是传说中能带来祥瑞的神鸟 却惨遭家人处处嫌弃 甚至还被安排嫁去狮子一族联姻 本以为自己会葬身那可怕的肉食动物之口 却没想到被婆家宠成了小公主 前不久收拾完爸爸的婆婆找到了女孩 还温柔地喊她儿媳妇 这可直接让女孩懵逼了 没想到眼前英俊帅气的金发男人竟是她的婆婆 婆婆不愧是史上最强的狮子手里 就连变成人形都那么苦 想到这里女孩立刻兴奋地挥动翅膀打招呼 而婆婆则伸出兽和她握了握转 然后郑重其事地捧起她 告知她以后就是狮子家族的新娘了 女孩一听这话立刻用翅膀镜里表示收到 这可爱的小模样可把婆婆蒙坏了 只是想到明天就要回领地还有很多事要忙 于是婆婆再次把她托付给了刀疤狮子 而女孩在得知明天就要前往狮子领地后 便决定赶紧去找出自己的秘密资金 接着她便悄悄用鸟鱼哄碎了刀疤狮子 然后朝着藏了秘密资金的地方飞去 幸亏她去年冬天觉醒了意念力 可以凭借这小小鸟生干很多事 不然也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只是她突然有些担心哥哥姐姐拥有的强大追踪力 一旦被她们发现就麻烦了 结果真是说曹操曹操到 下一秒哥哥姐姐便出现在了门口 还好在他们来之前女孩已经收拾好了各种珠宝 而哥哥姐姐此番过来找她也是为了奚落她 喂小鬼你知道你很快就要变成狮子的盘中餐了吗 念在我们兄妹一场就送你一条项链防身吧 结果女孩看到那条项链脸色猛的一边 这条项链不仅是个经过伪装的炸弹 更是害得女主差点出事的罪魁祸首 而他也会因为这条项链被男主彻底抛弃 没想到居然是他的哥哥姐姐亲手把他推向了深渊 想到这里女孩就忍不住对他们做起了鬼脸 你们这群可恶的老鹰别想忽悠我 哥哥被他的动作气得要狠狠教训他一番 却被二姐给拦住了 他们本就是偷偷溜出来的 如果再耽误就要被狮子们发现了 于是他们当即决定回去 但哥哥还是不死心想点女孩一个教训 他一把拽过女孩把他绑到了油灯上 女孩看到他得意洋洋离开的背影只觉得无语至极 他不会认为这种幼稚的小把戏能困住他吧 觉醒一年立的他早就能轻松应对这种情形了 不过他们刚才的行为还是令他非常不爽 于是决定离开前要好好整一整他们 首先就是要保存好那个项链炸弹 而另一边发现女孩不见了的婆婆 在训斥完刀疤狮子后便开始循着气味找了起来 经过层层搜寻婆婆最终锁定了阁楼 结果她的手刚碰到门把手 整个门就碎了 把在里面的女孩差点吓唤了 婆婆暗暗吐槽了一句门太脆弱了后 便关心起了女孩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 你的兄弟姐妹都抛下你跑了吗 听到婆婆提起她的哥哥姐姐 女孩顿时觉得现在是个 向婆婆揭露家人丑陋面目的好时机 于是她当即用鸟身一通 给婆婆看得一头雾水 但她还是象征性地给女孩跑了场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灵活呢 女孩一看她这样就知道 她是没明白她的意思 于是又开始卖力地比划起来 终于经过她的不懈努力 婆婆在一个小时候 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只是她很疑惑 女孩为何不以人类形态虚似 女孩听到这话 只能无助地雕了雕她的衣服 示意自己没衣服可穿 所以才无法化行 婆婆见她这样 当即带她来到了一间更衣室 女孩看到这里 琳琅满目的衣服瞬间惊呆了 没想到家里居然还藏着 这样豪华的更衣室 想当初她只能 捡姐姐们剩下的衣服穿 想到这里 她当即换了 婆婆想把她养肥了吃掉 还有她一只鸟吃什么肉 她最喜欢吃的可是姜果 但毕竟以后还得仰仗婆婆生活 所以女孩并没有反驳 女孩换好衣服后 婆婆便决定动身离去 这时女孩却突然叫住了她 那个母亲大人 你可以把项链炸弹给我吗 我想用那个报复一下哥哥姐姐 本以为婆婆会觉得她很凶残 没想到她却欣然同意了 还让她放心大胆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于是女孩便趁着夜色 偷偷溜去了厨房 然后去地窖找到了一个秘密保险箱 原来里面藏着爸爸他们勒索 其他小动物的地窃 而女孩准备用那些来对付他们 结果没想到出地窃的时候 和婆婆撞了个正招 因为婆婆知道她做的不是什么坏事 就没过多干预 次日当家人们准备和她告别时 女孩趁机掏出一堆 折成纸飞机的地窃 然后摘下哥哥姐姐送的项链 逃空中猛的一扔 一声爆炸过后 所有地窃化为了灰烬 哥哥姐姐被她这一行为气得半死 但碍于婆婆在边上他们不敢造次 而婆婆更是在踏上归途后 直接炸了老鹰家族的房子 替女孩扫平了一切障碍 她的儿媳自然是她来主 谁也不能随便欺负他们家的小宝贝 为了更好的乘凉 女孩悄悄使用了意念力 让风吹得更快 结果一个不小心把未婚夫 给吹进了自己怀里 就在不久前 女孩终于成功摆脱了老鹰一家 来到了狮子一族的领地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好在狮子领地 同时也不能忘了训练一年龄 因此这一个月的时间 可谓是转瞬即逝 不过令她郁闷的是 她到这里的时候 男主刚好出去解决 与其他种族的纷争 而如今一个月过去了 依旧没看到她的踪影 也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回来 虽然婆婆说 她会尽快安排他们的婚礼 但再怎么说 也该在婚前先见见面才行吧 还有就是其实她还是很担心 老鹰家族会报复她 不过再怎么说 她如今也是狮子家族的新娘了 让他们也没胆量感 挑衅狮子家族 之后她只要远离男主 做好分内的事 获得狮子一族的认可就行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 提出离婚远离男女主的纠葛 她就能真正过上幸福人生了 正当女孩沉浸在美好幻想中 是突然被侍女告知婆婆在找她 自从她来到这里后 侍女就没给过她好脸色 想想也是他们 狮子一族可是百兽之王 怎么会甘心服侍她一只小小青鸟 好在婆婆是真心对她好的 来到书房后 婆婆便拿出茶点招待了她 并提出了一个令她震惊的决定 那就是后天举办婚礼 而男主将在明天回来 女孩听到这话 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简直就是赏婚了 她连男主的面都还没见过 连她的名字 都是通过肖像话才知道 再来就是书中所描述的她 小说里男主总是喜欢女主叫她主人 可以说她是十九镜小说中典型的风批 所以还是离她远点未免 不然她这小青鸟可经不住下 看到女孩面色凝重的模样 婆婆忍不住安慰她 别担心儿媳 虽然你未婚夫的脾气有些古怪 但心眼并不坏 这点你可以放心 还有如果她不听话 你就替她屁股就行了 这是我给你的特别权 如果她敢有意见 你就来找我 这话一出给女孩下的一口茶 直接吐了出来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正当两人聊的热火朝天使 是从突然来报说边境抓到的那条蛇 正因为肚子饿在闹闹 于是婆婆只能意犹未尽地 结束了这次谈话 而女孩在回房间的路上 偶然听到了侍女们的讨论 没想到她们比想象中还要讨厌她 甚至准备设计赶走她 尽管从小到大 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但这次她可不想再隐忍了 于是她当即站出来 恶狠狠地盯着侍女们 为你们现在是在说我吗 虽然我不在乎你们喜不喜欢我 但能不能别让我听到这些闲话 侍女们见她这样立刻道歉了欠 没想到她们道歉居然如此爽快 看来还是多亏了婆婆撑腰 只是一句对不起 还不能让她消气 于是女孩当即要求她们 替她洗之前买的新衣服 结果没想到那些侍女人 前一套背后一套 她们竟在洗衣服的时候 盘算着如何搞砸女孩 在婚礼上的第一支舞 最后甚至连衣服都没亮就跑了 这可把女孩气得够呛 为了以后更好的和侍女对峙 女孩决定把洗衣篮给搬回去 谁知这篮子比想象中重不少 于是没搬多久 女孩就躲到了树荫下休息 因为刚才搬洗衣篮出了不少汗 女孩便悄悄动用意念力 让风吹得更快了些 结果力道没有把握好 一不小心把树上的面具少年给吹了下来 好在少年眼疾手快两人才没撞到一起 你怎么能摇晃树木呢 实在是太危险了 听到少年的指责女孩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推开了她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但还是谢谢你的关心 结果少年听到这话却不乐意了 应该关心的人是我才对 我可是因为你差点受伤 女孩还从未见过如此厚脸皮之人 要不是看她是头狮子 她非和她好好理论理论 那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结果少年听到这话却没有回应 反而直勾勾地盯着女孩看 而女孩被她盯得心里发毛 再加上手臂突然隐隐作痛 令她很不爽 你怎么不说话你没事吧 结果她话音刚落 少年就淡淡地指着自己的手臂 说她可能鼓住了 这下女孩再也绷不住了 这家伙明明就是故意从树上掉下来的 居然好意思在这里装备 她还是不要和这奇葩过多纠缠了 想到这里女孩再次和她道了钱 那真是万分抱歉 还请你务必好好休养 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说罢她便飞速跑走了 徒留少年和喜一兰在风中凌乱 因为和未婚夫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 所以在婆婆正式介绍他们认识时 女孩便伸出自己的小凤爪已是不满 谁知未婚夫非但没生气 反而一脸认真地握了握她的小凤爪 前不久女孩在树下乘凉时意外 邂逅了一个面具少年 少年故意碰瓷的模样 给她留下了极差的印象 为了摆脱她的纠缠 女孩敷衍道歉后便飞快逃离 甚至连喜一兰都忘拿了 而在她走后 少年愣愣地看了看自己手心发光的标记 嘴里喃喃道 没想到居然是她 而另一边女孩在回到房间后 才认真思考起了少年的身份 那一头银发蓝眸是典型的白狮的特征 到这里来之后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白狮 少年看起来和她年纪相仿 那副无赖的样子看着就不像贵子 不过她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奇呢 难道是因为她的意念里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总觉得自己好像遗忘了某个重要的事情 既然暂时想不起来 还是不管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 侍女们要搞砸她在婚礼上的第一支舞 在狮子一族的观念里 新婚夫妇如果能顺利跳完第一支舞 就代表她们的婚姻生活将会一帆风顺 而如果新郎或者新娘 任意一方在第一支舞犯错 就会被贴上不幸的标签 她可不想重演上辈子的悲剧 所以她必须想办法阻止侍女们使唤 想到这里她突然摇铃 把侍女们叫来了房间 并把婚纱交给她们修补保管 看到她们答应了她的请求 女孩终于如释重负 其实这是她特地给侍女们挖的陷阱 目的就是希望她们放弃 其他复杂的计划选择毁掉她的婚纱 而对策她也早就想好了 因为只是一场简单的婚礼 所以婆婆给她买了很多适合婚礼穿的衣服 届时只要随便换一套衣服就行 搞定这件事后 离和婆婆一起吃晚饭 还有一小时 疲惫不已的女孩决定先睡一觉补充体力 睡梦中她再次想到了面具少年 她突然想起她身上的气味似乎和婆婆很像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殊不知她并没有闻错 那个面具少年其实正是她的未婚夫 而她是因为工作提前完成 所以才会提早回来 婆婆见到儿子这样欣慰不已 以前的她总是对各种事情不感兴趣 这次为了见准新娘 居然扔下骑士一个人先赶了回来 看来他们俩之间一定有着某种特别的机缘 想到自家可爱的宝贝儿媳婆婆迫不及待 就想介绍两人认识 于是她当即跑去房间找女孩 没想到却目睹了她呼呼大睡的模样 婆婆见状当即温柔喊她起床 结果女孩却突然赖起了床 为了儿子以后的幸福生活 婆婆当机立断 举着呼呼大睡的女孩来到了餐厅 可把男主给吓了一大条 她还以为她老妈拿来了一团毛球 感情是她未婚妻 看到小家伙歪头晃脑的模样 令她有些忍俊不禁 连忙伸手轻轻拖住了她 而女孩刚好在这时醒来 映入眼帘的就是她那张帅脸 经过一番思索 女孩终于意识到 眼前的人竟是男主 而听到她的声音后 女孩也明白了 白天那个讹人的面具 少年也是她 一想到自己白天 那副引人注目的泼妇模样 女孩当即决定要受连点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谁知男主反而对她不依不饶 夫人难道你对你的未婚夫 不感兴趣吗 还有请把你的手给我 女孩看到她这态度恼火不已 拜托她又不是小狗 怎么把手给她 于是下一秒 她便伸出了自己的小凤爪 没想到男主见她这样 非但没生气 她一本正经地握了握她的小凤爪 原来青鸟是用脚打招呼的吗 看到男主这不太聪明的样子 女孩只觉得无语至极 这时婆婆适时出来打圆场 儿子我想她应该是不太喜欢的 女孩听到婆婆这一身见血的发言 顿时激动地朝她扑了过去 果然还是婆婆最了解她 她要和婆婆天下第一号 吃饱喝足后 女孩摸着圆滚滚的肚皮一脸满 但男主灼热的视线 还是令她很无适应 搞得她一直想偷偷回头看她 话说她长得可真俊 没想到这时男主突然冷不丁开口 夫人你在这样偷看我全骨都要歪了 一想到男主讹人的前车之间 女孩忍不住脑补出她即将说出的话 夫人你可得对我负责呀 被你视线扫过的地方 可是每一处都很痛 实在是太可怕了 感觉被这家伙讹上会赔得一根羽毛都不少 众所周知 蛇一向都是鸟类的天敌 但身为青鸟的女孩对此却是丝毫不虚 反而在小白蛇朝她冲来时 一把捏住了她的七寸 前不久女孩在婆婆的撮合下 和自己的未婚夫吃了第一顿饭 谁知饭刚吃完那家伙又死心不改地开始碰� 吓得女孩连忙躲进婆婆怀里求安慰 最后在婆婆的一通安慰下 女孩终于不再计较 而婆婆也安排了男主送女孩回房间 路上男主提出她在初次见面时 好像看见女孩使用了某种特殊能力 她有些好奇 难道所有鸟类都会拥有那种能力吗 女孩没想到她会突然问起这个 虽然她不太想回答 好在男主并不是个大嘴巴 应该不会轻易泄露她的秘密 眼下她只需赶紧把她打发走就行了 结果下一秒男主突然给她系了条胡兰斯的手帕 对了那天你把那个落脚了 这时女孩才反映过来这分明是她新买的手帕 原来她是忘记拿回洗衣篮了 没想到男主居然替她收了起来 男主看到她这幅若有所思的模样 当即求谢谢 但眼下女孩并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 所以不能变回人形和她道歉 结果没想到这反而让男主误会了 没想到未婚妻你居然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真让人寒醒吧 不过还是祝你做个好梦 说罢便关门离去 殊不知女孩只觉得她这样做很神经 只是简单的保管洗衣篮是什么值得千恩万谢的事 而这些男主必然是不知道的 此刻的她回想起了三年前的秋天被小青鸟救了一命的事 自从那天起她的手心就多了个猫眼石般的标记 这个标记是以受人的第二颗心脏为代价 签订塔奈托契约的象征 虽然不知道怎么就和小青鸟签订了契约 不过她现在有大把的时间能好好了解她 顺便也能报答一下救命之恩 次日女孩刚醒来 就发现了门口的洗衣篮 上面还附带了一张纸条 为了搬这个我的手差点脱臼了 不出意外她那无耻的未婚夫再次碰起了词 实在是太离谱了 很快就到了婚礼当天 女孩换上了交给侍女们保管的婚纱 却发现婚纱居然完好无损 甚至他们还贴心地给她铺了地毯 这令女孩郁闷不已 这时婆婆和男主刚好来找她 看到两人气度不凡的模样 女孩不由感叹狮子家族的基因实在是太强大 给婆婆都夸得不好意思了 而男主突然注意到了女孩头发上绑着的花 你那是真花吗 女孩听到这奇怪的问题疑惑不已 当然是真的你要吗 听到这话男主当即接过她逼来的花 然后认真的别在自己胸前 问我觉得我的衣服配上这朵花会更好看 女孩被她这一举动搞猛了 直到婆婆催她离开她才反应过来 等女孩来到了婚礼现场 就被眼前隆重的场景给吓到了 没想到她居然就要这么稀里糊涂地嫁人了 一想到这些她就紧张地感觉羽毛要炸开了 这时男主突然朝她伸来了手 请把手给我夫人 让我来护送你吧 起初女孩以为那只是一句客套话 没想到男主却紧紧地拉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温暖 让她不安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 等到了台上婆婆就开始发言 今天是两个孩子的大喜之日 愿他们往后能好好珍惜彼此 如果有人再敢随便议论我定会严肃处置 说吧她轻轻揽过女孩的肩膀 恭喜你儿媳 现在你就是我们家族的一员了 然后她又悄悄暗示了一下男主 男主当即掏出戒指一本正经地替女孩戴上 而女孩也认真地替她戴上了戒指 这种感觉还真是奇妙 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拥有了新的家人 仪式结束后就剩第一支舞了 不得不说狮子家族的婚礼流程还是很简单的 想到这里她把喝了一半的果汁放到一边 这是她之前学到的礼仪 果汁不能全部喝完 而她一放下就有侍女过来收拾 女孩一下就认出了她是那天议论她的几个侍女之一 果然下一秒侍女端着盘子就开始东倒西歪起来 为了不让她把果汁泼到自己 女孩悄悄动用能力让杯子掉转了方向 这下那个侍女反而被果汁泼了一身 这时另一个侍女立刻赶来替她整理衣服 抱歉少夫人没有见到你衣服上吧 让我来替你检查一下 女孩没想到她们这次居然这么安分 当即蹲下告诉她们自己没事 结果却意外发现了替她整理衣服的侍女的手有些脏 还没等她细看侍女就把手背到了身后 女孩突然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立刻四处张望起来 突然在角落里发现一个侍女正蹲在地上鬼鬼祟祟做些什么 男主见她这样当即表示自己可以帮她 女孩觉得目前并没发生什么便拒绝了她 结果下一秒一条小白蛇就直直朝她冲满 还凶狠地发出嘶嘶的叫声 尽管女孩有着对天敌本能的害怕 但她却丝毫没有对 而是利用能力一把捏住了蛇的气侧 速度之快让男主都没反应过来 看到这幅景象倒是让她对自己的未婚妻更感兴趣了 狮子家族的新娘竟是一只青鸟 而且那只青鸟还生情了她的天敌白蛇 这顿时让狮子家族的众人都对她刮目相看 前不久的婚礼上不知从何处窜出一只白蛇直直朝女孩冲去 多亏女孩及时捉住她才避免了威胁 就在女孩要阻止她乱动时 小蛇突然委屈巴巴地用意念和女孩交流起来 太可怕了我会听话的 你能让那坨狮子把剑收起来吗 我只是因为你的鞋子闻起来很香 才会忍不住扑过去的 女孩没想到这条小蛇居然也能用意念说话 她一直以为那是高级兽人才能做到 小蛇看到女孩愣在原地以为有戏当即开始嫌殷勤 实在是太抱歉了 我已经知道错了 可以不要杀了我吗 我才只有七岁还不会化形变成人 看到小蛇那一脸馋妹的模样 女孩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别担心我会让你安全离开的 这话让小蛇感动得痛哭流涕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善良的人 女孩明白小蛇是条特别的蛇因此不能轻易交给男主 刚好这时她看到了远处的婆婆 当即一脸兴奋地冲了过去 结果没想到一个用力过猛把小蛇给晃晕了 婆婆温柔地摸了摸女孩的头 夸赞她非常有捕猎天赋 而狮子家族的众人也对女孩刮目相看 虽然这件事是个意外 不过阴差阳错得到了家族成员的认可也是个好兆头 就是她实在搞不懂小蛇为何会被她的鞋子吸引 但眼下她没有时间多想 因为第一支舞的时间到了 看到男主朝她伸来的手 女孩紧紧扣了上去 然后两人正式开启了第一支舞 看到男主越来越近的帅气面庞 但女孩忍不住小脸一红 起初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直到女孩不小心踩到了男主的脚 鉴于男主之前碰瓷的恶劣行径 女孩十分担心她会大肆讹人 谁知男主只是淡淡地说没关系 还说只是这一脚不会那么容易把她踩骨折的 比起这个她倒是反而更担心女孩的脚踝 女孩第一次被这家伙这样嘘寒问暖 突然觉得很不适应 这时第一段曲子刚好结束了 就在即将进行第二段曲子时 女孩突然左脚半右脚差点来了个平地摔 好在男主及时扶住了她 然后男主又让她紧紧拉住她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 男主的手强劲而有力 让女孩不由地感叹她长大后应该会变得比现在更强壮 而男主看到她发呆忍不住打渠道 夫人看来你根本无法好好集中精神 女孩听到这话忍不住反驳起来 奈何她根本说不过男主 好在最后第一支舞总算顺利结束了 想到男主一次次地帮助她 看起来应该是并不讨厌她 想来他们未来的生活也不会太难过 希望不会走向既定的悲剧结局吧 婆婆看到两人顺利完成第一支舞也是松了口气 接下来就要处理小蛇了 这条从狮子家族边境发现的小蛇似乎出身贵族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发狂冲向女孩 女孩要是被咬了就出大事了 这次这些侍女们真的做得太过分了 她本以为安排一些年轻的狮子 能帮助女孩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生活 没想到事与愿违 好在女孩自己成功化解了危机 明天应该去好好安慰她一下 想到这里婆婆看向了女孩 没想到女孩突然露出甜甜的笑容 婆婆见她这样当即愣住 随即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看来她的儿媳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第一支舞结束后 女孩和男主开始给宾客分发伴手礼 其中一个老头一直故意指和男主说话 然后把女孩晾在一边 这可把女孩气得够强 当即开始刷存在感 尽管老头有些不悦 但出于离她还是不得不回应 接着女孩逼给她一包草药做的饼干 先生这个饼干有益于护眼 看到你眼里一直只有我丈夫我很担忧了 还请你务必多吃点早日恢复事理 老头被她说得甘大的不幸 而女孩更是豪气地送了她一大堆饼干 最后在大家的议论下 老头不得不抱着一堆饼干信心离去 为了和男主拉近关系 女孩主动提出想和她当朋友 没想到男主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但转头她就把女孩带回房间 开启了甜蜜同居生活 就在不久前 女孩用自己的智慧轻松打发走了 瞧不起她的老头 而在收拾完老头后 后面分发伴手礼就是一帆风顺了 等到送走所有的宾客 女孩决定去好好调查一下那些侍女 因为她怀疑白蛇的出现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没想到她前脚刚动身朝侍女们走去 后脚男主就跟了上来 女孩疑惑她为什么要跟着她 男主淡淡地说她只是比较好奇女孩要做什么 女孩以为她是来看热闹的 顿时非常不高兴 你老婆可是差点被蛇咬死了呀 而另一边侍女们正在讨论这次失败的行动 黑发侍女表示她一直以为小蛇只是只右蛇没有用心 金发侍女表示那只是小蛇的伪装 实际她甚至是一直会用意念说话的时候 不过无论如何她已经销毁了所有证据 所以暂时应该没事了 而宗发侍女则认为她们应该主动说出真相并道歉 这个提议并没得到两个同伴的认可 她们反而认为宗发侍女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这时金发侍女突然撇到女孩她们朝这里走来 当即借口还有活没干匆匆离去 女孩见她们这样立刻追了上去 直到她实在追不动大声喊着停下 侍女们这才假装终于发现了她 女孩皱眉看着她们不悦道 你们是在躲我吗 其实我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是关于小蛇的事情 一听到小蛇侍女们淒淒变了脸色 这心虚的模样任谁都能看出有猫腻 不过女孩却没有揭穿 其实我是想说我刚刚被小蛇吓到 所以想在睡前喝点热可可 不过说起来还真是奇怪啊 不知道为什么小蛇会突然出现在狮子领地的首度 听到这话侍女们更不安了 而女孩也撇到了金发侍女鼓鼓囔囔的口袋 直觉告诉她那很可疑 于是在侍女们告别她离开时 她悄悄动用一年里弄来了金发侍女 藏在口袋里的东西 那是一个红色的小包裹 里面放着侍女偷偷撒在她鞋子上的粉末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原来是柏树皮粉 难怪小蛇会不受控制地被吸引 女孩被她的声音吓了一大跳 她刚刚太专注于侍女们 都没意识到什么时候和男主离那么近了 想到这里女孩往后退了一步 没想到脚踝突然猛地一通 下一秒女孩就跌倒在地 自从她踩了男主的脚以后 她的脚踝就一直隐隐作痛 现在更是站不起来了 男主见她这样当即上前扶住她 你可以依靠我夫人 倒我背上来吧 说完她脱下外套贴心地给女孩系上 看到女孩迟迟没有回话 男主又补充道 如果你喜欢公主抱也不是不可以 吓得女孩立刻爬到了她背上 虽然初次见面时 她一直觉得她是个怪人 但没想到如今倒是意外的可靠 仔细想想其实和她亲近点也不是什么坏事 毕竟无论如何 他们都必须度过一段夫妻生活 直到女主出现后和平离婚 想到这里女孩突然释然了 我重骂你背得累不累 你确实有点重 听到男主这倩倩的回应 女孩就气不打一出来 果然这家伙还是本性难以 还真该好好做她一顿 男主瞥见她气鼓鼓的小妹样 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还是女孩第一次见她笑 她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就连笑都能这么好看 看愣神的她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们可不可以当朋友 没想到男主听到这话突然停下脚步 淡淡地回了句她不想 这顿时让女孩尴尬不已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说出这句话 没想到就这么被她轻易否决了 而在她问男主为什么不想和她当朋友时 她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时女孩突然意识到 这不是去自己房间的路 直到男主打开另一间房间的门 从现在开始 这里将是你的新房间 夫妻应该共处一室 当女孩看到室内摆满了可爱的玩偶后 顿时惊呆了 不知道男主是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 男主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放在床上 然后就掏出医药 相替她包扎脚踝 女孩看到她娴熟的上药手法当即愣住 早就听闻狮子一族的能力 是使身体强壮到极限 而过度使用这种能力 会造成很大的副作用 不知道男主是不是因为这样 才会对包扎伤口如此熟练 原作中男主和原生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而女孩在和他相处的过程中 能感受到他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 此外总感觉男主能轻易看透一切 就好像行走的百科全书一样 不过无论如何他今天都帮了他很多 所以他还是应该好好感谢他才行 这时侍女给女孩送来了热可可 女孩在杯底发现了一张写着对不起的纸条 想到可能是白天的侍女给他的 女孩更坚定了要查明真相的决心 男主则在一旁提出他先去洗漱了 听到这话女孩猛地把嘴里的热可可吐了出来 他为什么要跟他报备 突然搞得他很紧张 难道他们俩真的要度过一个火热的新婚之夜 因为对新婚之夜太过紧张 女孩竟在洗澡的过程中不慎变回了鸟身 就在他即将溺水之际 多亏男主一把把他捞了出来 这才避免了一场干大的危机 就在不久前男主把女孩带回了他们的心房 不仅主动给他包扎了伤口 还提出自己要先去洗漱 结果就是这话让女孩误会了 毕竟再怎么说他可是十九竞小说的男主 对于新婚之夜这种事情应该是信守年来 尽管现在他们年纪都还小 但女孩还是忍不住浮想年片 直到男主穿着可爱的小浣熊睡衣出现在他的面前 女孩这才明白自己曲解了男主的意思 看来没事真不该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小说 想到这里女孩连忙干大起身 那我也去洗洗睡了 毕竟卫生很重要 等来到门外他简直想找个地方翻进去 胡思乱想就算了 居然还说什么卫生很重要 他真是疯了 现在男主一定觉得他是个怪人 他还是早点洗漱完回去睡觉吧 仔细想来今天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好在婚礼有经无险的结束了 正当女孩决定起身回房间时 突然感到一阵炫愈 下一秒他就变回了鸟身 由于翅膀被泡沫缠住 女孩无法飞出浴池 眼看他即将溺水 他立刻嗲嗲嗲地呼救起来 外面的男主听到动静连忙赶了进来 一把把他捞出浴池 然后温柔地拿出浴巾 替他擦了起来 你在浴室应该要小心点才行 不过你为什么会突然解除人形呢 女孩一听这话顿时害羞地躲到一旁 因为太累不小心解除了人形 这是实在是太尴尬 还是自己收拾残局吧 等男主出去后 女孩重新变回了人形 接着他就换上了男主的同团睡衣 这时他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个房间好像只有一张床 他还不如一直当只鸟 现在要以人形面对男主也太尴尬了 但是以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只是他很担心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比如拉着手睡觉什么的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尖叫出声 不行不能拉手 没想到男主听到这话直接笑出了声 你该不会以为一对男女只要手牵手睡觉 就会生小宝宝吧 放心吧我不会和你牵手的 快过来睡觉吧 看到一脸呆滞的女孩 男主突然觉得他很可爱 为了让女孩安心 他搬来一个长颈鹿玩偶放在床的中间 这可把女孩吓坏了 这还是那个十九竞小说中的情场高手吧 居然会做出这种幼稚的事 不过这样他倒是终于可以放松了 看到熟睡的男主 女孩也翻身沉沉睡去 次日等他醒来时发现男主早就不见踪影 而他不知何时把被子全卷了过来 还有那只长颈鹿玩偶则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虽然对于没见到男主有些疑惑 不过他转念一想如果见面恐怕只会更尴尬 这时婆婆刚好来找他 女孩兴奋地告诉婆婆她昨晚睡得很好 并细心地注意到了婆婆手上的伤口 婆婆表示这些伤口不是什么大事 同时她对女孩稳定的情绪很满意 看来那些侍女们没再整出什么其他幺蛾子了 虽然找到了侍女们制造婚礼上的骚乱的确凿证据 但婆婆更想知道是否还有别人参与了这件事 而且她也怕女孩知道真相会难过 而且昨天婚礼上发生的事情你不害怕吗 都怪我没有提前做好准备 女孩见到婆婆自责的模样连忙摆了摆手 别担心母亲我真的很好 不过那条小蛇到底是什么来头 她趁乱跑了出来 其他消息还在调查中 接下来婆婆打算时刻把小蛇带在身边 女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然后又趁机询问婆婆小蛇叫什么名字 在听到卡努斯这个名字后 女孩猛的一惊 这不是未来女主的得力帮手吗 同时她也是个天才科学家 听说她创造了很多革命性的商业项目 也就是说她只要和小蛇合作很快就能实现财富自由了 毕竟以后她离婚了肯定需要一笔生存资金 想到这里女孩顿时乐开了花 当即要求婆婆把小蛇交给她处理 婆婆欣然同意了这个请求 还给女孩递上了刚在路上摘的树莓 女孩收到树莓终于明白了婆婆手上的伤口是从何而来 这顿时让女孩感动不已 而婆婆在离开后不久很快就把小蛇送了过来 只是小蛇那气鼓鼓的模样看起来不是很好相处 为了惩治那些企图陷害她的侍女们 女孩决定忽悠小蛇帮忙 结果没想到从侍女们那顺来的柏树皮粉 倒成了帮助她成功收买小蛇的筹码 前不久女孩从婆婆那里要来的小蛇 结果那家伙脾气异常暴躁 就像个被点燃的炮杖一样 为了防止她误伤自己 女孩不得不给她戴上了嘴套 结果却让小蛇更不满了 没想到你们就是这样待客的 亏你还是狮子家族的少夫人 女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感觉这家伙说的的确也没错 小蛇一见有希望立刻迈起了梦 对啊对啊我才只有七岁 一直这样戴着嘴套也太可怜了 看到女孩那副不为所动的模样 小蛇最终只能不情不愿的发誓 好吧那我只能赌上 我们蛇族的名誉发誓绝不会咬人 再说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 也可以对我用上次你用的神秘力量不是吗 女孩没想到小蛇居然发现了她的意念力 为了保住她的秘密 女孩当即替小蛇解开了嘴套 接着她又和小蛇自我介绍说自己叫那了 没想到挣脱束缚的小蛇突然骄傲起来 她觉得自己是女孩的天敌 没必要和她自我介绍 这可把女孩给气坏了 她终于愿意配合自己 女孩决定问她一些问题 没想到小蛇却和她谈起了条件 果然蛇类都是狡猾的 而最初没被女主收服的小蛇也没那么随和 所以想让她轻易敞开心扉确实不容易 想到这里女孩立即翻出之前 从金发侍女那里顺来的红色包补 然后递到了小蛇面前 果然小蛇一闻到这个味道就兴奋起来 看来这个白树皮粉对蛇类来说就像猫薄荷一样 接着小蛇奋力游到女孩脚边撒起了胶 姐姐这是从哪里得到的 这句话突然张开血盆大口 你就不怕我用毒牙咬你吗 女孩被她这副样子下了一大天 但很快又镇定下来 你怎么会咬我呢 你可是以家族的名义发过誓的 小蛇想到自己的誓言顿时收敛了不少 好吧 那么姐姐如果我如实回答你的问题 你可以给我一些白树皮粉吧 女孩被她这可爱的小妹样蒙到 当即摸了摸她的下巴欣然同意 然后还爽快地预付了点叮金 小蛇盯着那一点点白树皮粉很不爽 但女孩却告诉她 之后我会根据你的表现给报仇 首先你要告诉我是谁把你带去婚礼现场 小蛇一边畅游在白树皮粉中一边回答不知道 女孩对她这荒谬的回答感到不可领域 小蛇见她这样顿时委屈的不行 呜呜我在边境被抓后就被锁在一个大房间里 每天都吃不饱 明明我一天要吃五顿 他们却只给我提供三顿 导致我的胃都饿小了 然后婚礼那天有几个蒙面人用袋子把我撸倒 所以我根本没机会看清他们的长相 女孩没想到侍女们居然那么谨慎顿时犯起了仇 不过下一秒小蛇的话又给了她希望 原来她虽然没能看到那些人的长相 但能通过声音和气味分辨出来 她能肯定掳走她的人是一头二十出头的猛狮子 而从她的说话方式来看感觉是这里的侍女 女孩听到这话顿时有了主意 她打算让小蛇当众指认侍女 而小蛇则一脸谈媚地找她所要报道 女孩当即慷慨地撒了一把百树皮粉给她 小蛇见她还是那么小气当即抱怨起来 姐姐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你怎么还是只给我那么一点点 女孩看到她那无赖的模样顿时头疼不已 好歹也是蛇王的孩子 怎么这家伙如此娇柔作作 而就在这时男主刚好回到房间 正好撞见了女孩和小蛇在一起的这一幕 吓得小蛇直接窜到了女孩脖子上 两人各怀着心事 一个是害怕老公生气 他擅自把小蛇带回房间 一个则是害怕这头狮子打了他 而女孩听到小蛇的心声当即命令 他从自己脖子上下来 毕竟他可不准别人说他老公坏话 而男主并没有如两人预料中那般暴跳如泪 而是一脸平静地接受了现实 这时女孩眼尖地注意到了他脸上的淤青 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难道昨天他睡着的时候撞到了他 结果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下一秒男主的话就印证了他的猜想 因为某人昨天睡姿太差导致我脸颊刺头 所以我就早早起来去散了个步 女孩一听这话立刻心虚地别过了脸 但男主却不依不饶 那么夫人你觉得你该如何负责呢 此刻的女孩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到底为什么他总是在这家伙面前出仇